他應該要有一個角度的 我們所放握 而不是直坐的 直立的是比較大的孩子 放握的才是我們寶寶應該使用的 他應該要朝後 後座 他的後背是朝車頭 然後他的腳是朝後 所以我們寶寶放上去 事實上所有的小朋友 出院的時候都應該 只要在大眾運輸 尤其是坐車的時候都應該有安全座椅 那越小的孩子的話 相對的越脆弱 所以事實上我們現在的建議 從新生兒開始 出院的話 回家的路上 都應該有安全座椅 大家可以保護他 如果是新生兒的話 我們要確保他安全座椅 很重要 所以要有加這個鋪墊 要有加這個鋪墊 讓孩子才能夠 躺的地方要當好 那麼孩子躺上去的時候 都要 都要佈鏡子 然後會給他媽媽 躺上去 這個 那個骨盆鎚布的地方 要用這個來佈鏡子 兩邊的安全帶 這個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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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乖乖做安全座椅 最好的方法就是 從小開始做安全座椅 當他還是嬰兒的時候 就開始做安全座椅 他自然就可以接受安全座椅了 對 當他比較大再讓他坐上去 常常孩子都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們一再強調父母親的認知 跟堅持是非常的重要